這個禮拜實際上就是把這張圖畫出來 OK 網址有告訴你的 剩下就是你想辦法 那只是說我提供了一個參考的程式給各位 那如果假設你不要用我提供的 你用Charge PC產生的也可以試試看 不妨 我是覺得你可以先用我的練習看看 然後等到你練熟了 你覺得不夠 你再延伸到AI產生的程式 再延伸看看 如果可以延出來 那程式又比我提供的更精簡的話 那你就會用精簡的話 沒事幹嘛用那麼複雜的程式 所以有的時候程式的寫法 就是當然它沒有說一定要怎麼做 OK 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因為Python提供的那個套件 超級多的 所以其實能做到同樣的事情的 真的是太多了 OK 那只是說哪一個比較簡單而已 或者說哪一個你比較熟悉 盡量找那個自己比較熟悉的 你盡量找那個自己很陌生的 然後你要重新寄一個新東西 就是變成一直在寄新東西 你就覺得實在是很累 所以盡量找出自己的一套方法 那我們上一次做的其實程式碼都在雲端上面 這個的話其實包含就是把檔案讀出來 這個讀的話是裡面所有的資料 然後我要的是什麼呢 我要的是把這裡面的所有的資料 這個0到5的話實際上 RO指的是它裡面所有的資料把它讀出來 然後再把它變成你要的那個欄位 你要的欄位的話實際上是 應該歷年的話好像在第二欄 所以我們RO刮弧 應該是第三欄 然後再把我要的資料取出來 那我們換一下好了 假設上個禮拜這一題 把它變化一個 如果我希望請各位 把上個禮拜這一題換一下 換成會是一個叫各區的 這個切刀案件的比例圖 OK 那當然你可以看到哪一個柄最大 中山 士林 北投 因為它也按照順序 它把那個最大塊的 有沒有 由大到小 然後是逆時針方向 那最好的話應該是大 沒有 它好像沒有排序 OK 所以其實最後你也可以自己來排個序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假設我今天要畫出一個這個 叫各區比例圖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第一個的話當然 我們上個禮拜已經在第一疊 一疊底下 我是存了一個檔案 叫做北市住宅切刀 所以你們要先確認一件事 就是在你的一疊裡面有沒有這個檔案 這個我們上個禮拜做了 我就不重做了 打開之後的話 其實就是把爬下來的東西存成一個 itself檔案 裡面的話總共就是五個檔位 有沒有 第一檔的話編號 第二檔的話是這個案 這個第一檔案其實應該可以不用 第三檔就是發生日期 第四檔的話就是發生時段 第五檔的話就是發生地點 所以我們需要的資料 其實是在第五檔的第四個字取三個字 有沒有 所以我們假設要畫一個派圖 需要兩個資料 第一個資料就是把地點裡面的區取出來 有沒有 然後第二個的話 就是把他們的這些有沒有 十二區 看我們之前歷史A好像是自己 104、105是自己列出來的 那如果假設你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不要自己列 我可不可以用程式幫我寫 當然可以 然後再去算說各區的數量是多少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有點像是樞紐分析表 所以你如果這個來跟那個Python比起來的話 其實說真的 這個其實簡單太多了 因為都看得到 那只是說我想要換成Python的話 第一個我們先一樣開一個什麼 開一個新的module 第二個的話我們先確認一件事 我要先把區給取出來 那區怎麼取呢 第一個 當然我一樣是露這個workbook 把我一碟的這個檔案 Excel檔案先把它叫進來 那再來的話我要取出什麼 各區的那個區的資料 然後把它放在list1裡面好了 所以我底下先建一個空的串列 利用這個for回圈 然後把這個sheet裡面的所有的列 通通取出來 那2的話指的是從第二列看 因為第一列是欄位名稱 不要 OK 然後讓它去把資料抓出來 所以兩個參數 一個是從第二列 一個是value only 把資料取出來 它會幫我把這個每一列的資料 通通放在這個roll裡面 roll的變數裡面 那我只要怎麼樣 我只要把這個roll roll的話指的就是說哪一欄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是第一欄的話 它這邊中瓜虎0 中瓜虎0就是第一欄 中瓜虎1就是第二欄 一直推 然後總共到5 所以0到4 那我要的應該就是最後一欄 所以我底下的話 就是在list1 這個串列後面 加一個append append是我要把資料放到裡面去 那我要取的資料 剛好就是那個什麼 哪一區 所以哪一區的話 它的位置剛好是第四個字 要取幾個字 取三個字 所以如果我假設 我要把它放進去的 不是整個地址 而是只有這個什麼 這個中正區這三個字的話 那我會跟大家講說 我要的是從第四個字取三個字 me的函數是這樣 但是如果假設 Python的叙述方法 它就是不是這樣 這個式子的是整個地址 那如果我要的是那幾個字的話 那我當然特別注意 最大的差異 就是在Python裡面的字 它是從0開始算 所以第四個字變3 冒號的話 那應該我要的是 如果用index算的話 是345 有沒有 總共有三個字 所以5是要的 所以5的後面那個就是6 意思就是stop的地方 那我就跟他講說 我要345這幾個字 到6停下來 那最後的話 那最後的話再把那個liste print了出來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理論上這樣應該取得的就會是什麼 就是所有的區的所有資料 所以這個區 這個其實你看到就有點類似像我們剛剛這一個欄位的這個狀態 所以你說這取證要幹嘛 我們才可以再把這邊的資料 其實A欄其實就是把這個怎麼樣 把它移除重複 所以如果你假設複製一欄貼過來 其實就是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這一欄 其實蘇柳分析表它到底做什麼 其實就是幫你做遺图重複 就是把資料留下不重複的部分 然後再去算出它的數量 那Python該怎麼做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先把我們需要的liste先把它產生 產生之後的話呢 再產生不重複的區跟數量 這樣我就可以拿來畫圖了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剛剛這個部分 這段程式碼 其實就是在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幾頁我看到 第八頁 OK 所以你們要參考 就這裡 讀取以色的檔案 試試看